当你决定买车的时候 首先会想到买什么颜色 随着人们对个性的要求逐渐提升 越来越多的车身色彩让人挑花了眼 甚至身着星空外衣的车型也出现了 面对琳琅满目的色彩除了个人喜好之外 究竟什么颜色更有优势呢 小编在此还是建议大家购买白色车型 为什么听我娓娓道来 首先白色车型不容易吸热 这个无可厚非 想想在炎热的夏天经过太阳的曝晒 车内的温度实在让人受不了 虽然每种颜色的车型都免不了在夏天吸热 但是白色相对于温度上升的幅度稍小 不过就是几度直差 在夏天给人的感受也是很明显的 其次白色车相对于深色更加显眼 由于平时所见的路面基本都是水泥色 白色与其相差较大 所以更容易被注意到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高汽车的安全系数 并且如果骑在深夜等光线不是很好的状况 白色车型也是相对更加容易被发现的 所以白色车型相对于其他颜色来说更加安全 这与研究中白色车型的事故率较低 也是相契合的 还有更神奇的 据心理学家研究 一般小偷内心相对灰暗 大多都是具有暗黑型人格 因此他们在偷车时会更加倾向于深色车系 因为倒卖白色车型时会让他们感觉心里不踏实 所以白色车型被盗的几率也相对较小 看了白色车型有那么多优点 还不赶紧入手一亮